到底三萬塊的安全帽戴起來是什麼感覺? AGV的Pista真的有想像中這麼神嗎? 今天這部影片我就來告訴你我入手AGV Pista GPR的真實感受 在開始介紹我的Pista之前呢 我想先為大家介紹AGV的產品系列 讓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屬於入門款的 K1 K3SV 接著是舒適型的 K5S K6 再來就是賽道接到兩用的 最後就是我們的頂級賽道帽啦 Pista GPR 那大家大概有了解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頂級款的 Pista GPR 雖然不是最新的RR 不過他們兩個的差異其實沒有到很大 大概只差在內襯有可調系統和 壓尾造型不一樣 外型和用料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先從外觀開始講起來 從外觀上來看 AGV的外型真的是 非常明顯啦 下巴這邊的造型 非常尖銳 整個帽體流線感很強烈 從側面看上去更明顯 你從前面 這樣往後看 後方的尾翼 真的是非常的液體啊 滿滿的戰鬥氣息 我相信有很多人喜歡AGV的原因也跟我一樣 這個外觀真的是 沒話說啊 帥就完事了 對吧 再來彩繪的部分 這頂是 消光黑 那由於他是 百分之百 純碳纖維的材質 所以表面上會有這些 碳纖維的紋路 那好不好看就見仁見智了 我個人是很喜歡啦 而且由於他是素色 所以我就可以在 後方這邊 貼上我的貼紙 我覺得蠻好看的 還有其他顏色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的 蝦皮賣場 看看 連結我就放在資訊欄囉 但有一點我要說啊 就是彩繪烤漆的部分 AGV的烤漆 真的沒有來的 那麼精緻 就比起日系帽 義大利帽烤漆會略輸一點 我這頂是素色 所以還好 雖然沒有到很誇張 但如果你是非常在意細節的人 建議你一定要到實體店 認真仔細看一下囉 接著配件的部分 原廠就已經給了你一個很漂亮的尾翼 還帶有鏤空的設計 但有一點要注意 我這頂是 Pistar GPR 那現在販售的是 他們的尾翼有一些差別 RR變得比較圓潤一點 然後沒有鏤空 不過他們都是兼容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比較喜歡 鏤空的尾翼 你可以買一頂RR 再把 R的尾翼裝上去 也是OK的 這點不用擔心 那我的尾翼已經是噴成消光黑 然後又換上了泰螺絲 是不是 更有質感 往前看 來到大家最喜歡的鏡片區啦 那Pistar的鏡片開關蠻有趣的 它只有 三段可調 第一段 全開 第二段 關 第三段 全關 這個設計非常簡潔有力 我蠻喜歡的 而且它的卡扣坐在正中間 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 就是要搬的位置 不會像K1那樣在側邊 有的時候還要找一下 不過Pistar在全開的時候 卡位不是很緊 很容易騎一騎就這樣直接蓋下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優點啦 它應該是唯一一個可以甩巾的帽子 那我知道這種安全帽肯定要裝電鍍片或墨片嘛 先跟各位講一下價格啊 Pistar的墨片差不多在 2900左右 那電鍍片呢就直接破3000啊 真的非常非常貴啊 所以這裡先感謝一下 Nut4Sale所贊助的電鍍冰藍鏡片 那有別於一般的副廠鏡片 他們的鏡片都是由 國家安全局認證過的喔 所以安全性和強度上肯定沒問題 那再來 鏡片都是選手樣式的鏡片啊 那跟原廠有什麼區別呢 我就簡單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們的選手版鏡片 在前方卡扣的部分 是使用兩顆螺絲 比起原廠的一顆螺絲 穩固度和安全度都更好 再來 防霧片卡扣也換成了 消光黑的扭扣 我覺得比原廠透明螺絲好看很多啊 也不會那麼突兀 最後在鏡片的卡扣上多打了一個洞 那這個洞是為了對應原廠底座的螺絲孔 是為了防止意外發生時 鏡片有可能會斷裂 導致鏡片脫離安全帽 會對臉部造成傷害這樣子 那多了這顆螺絲呢 就能多一道防護啦 GP選手的鏡片也都有鎖這顆螺絲 非常好的一個安全機制 那你只要購買他們家的鏡片呢 他們就會送你螺絲啦 而且還是正太螺絲喔有6個顏色可以選 那我這一片電鍍冰藍呢 售價是2880 那他們也有一般的默片啦 售價是1980 其實我覺得不貴啊 對比起原廠來說 真的便宜很多 而且他們也經過認證 質感非常好 加上了那麼多安全的設計 我個人認為非常值得購買 如果你是Pixta或是Cosa的帽友 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他們除了鏡片之外 也有做尾翼喔 而且非常多顏色 有興趣的 歡迎去看看啦 好 那實際戴起來如何呢 老樣子啊 上路最準啊 首先他附了一根吸管 那這根吸管是要幹嘛的呢 就是 賽車手長時間在賽場上 你要知道操控一台 MOTO GP的廠車要花 非常大的精力跟體力 這個時候呢 這根吸管就可以連接到 背部的水帶啊 讓他們可以邊騎邊喝 以防他們脫水之類的 但一般人是用不到啦 所以就直接抽掉 扣環的部分呢 當然是雙低扣啦 而且還是 鈦合金雙低扣喔 唸起來蠻屌的對不對 啊作用就一樣啦 對 內襯的部分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兩邊這邊寫著 Rescue Port 應該是這樣唸啦 就是緊急快拆裝置 這兩邊一起往下拉 臉頰兩旁的內襯就會直接下來 在發生意外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安全裝置 再來就是 穿戴舒適度喔 我覺得他的材質真的很舒服喔 用摸的就感覺到 他材質是 非常柔軟 非常滑順 我覺得 這聽起來可能會怪怪的 但我手的觸覺 就是這樣跟我講的啊 摸起來很順手 那穿戴的部分呢 我這頂是 是鴉板的L 基本上現在AGV已經不太會有夾頭的問題了 畢竟都賣那麼多年了嘛 該改善也改善得差不多了 我戴上去 是覺得剛剛好 包覆感很好 臉頰會有點夾 但他的夾不是不舒服的那種 而是 讓我很有安全感的那種 然後內襯也是快乾材質 重點是 最新的RR還帶有內襯可調系統 可以讓你的頭更貼合安全帽 不愧是頂級帽啊 內襯的部分我真的非常滿意 接著就是通風性啊 首先他的通風口 有分為下巴跟頭頂兩個位置 下巴的進氣口是有 開關的設計 那上方很抱歉啊 並沒有啊 你只能全開或是用塞子蓋住 這在日常使用上會有點麻煩 不過這畢竟是全塞到取向的帽子 所以這樣的設計是可以接受的 那實際的通風性啊 我老實說 下巴是蠻有感覺的啊 但你要說我額頭 的通風口 能感覺到氣流嗎 恩 是可以 但是你時速要差不多達到 90 100左右 你才會有比較明顯的感受 不然你一般騎在市區 也不可能一直90 100 說真的 一般騎的話 通風性就 一般般啊 還有一點我要吐槽一下 就是他的風切身 你以為最頂級的Pistar 就不會有風切身嗎 錯 他的風切身超大 我覺得差不多跟K1一樣啦 有一個說法是Russi在比賽的時候要去聽引擎運轉的聲音 當然我也不知道這是真的假的 反正我們一般人是不可能去聽啦 我們只會覺得 居然風好大喔 聽不到音樂了啦 所以如果你是很在意風切身的話 或是你原本是帶RX7X 或者是X14 那 你可能就要好好考慮一下啦 那 那我是沒差啦 因為我原本就帶K1 他原本就很大聲了 對 好那總結來說呢 這頂AGV的Pistar GPR 到底有沒有對得起他的售價呢 當初他的售價大概也落在 3萬出左右啊 我個人是覺得 貴啊 還是很貴啊 但我自己非常喜歡啊 正所謂 賢貨才是買貨人 可能就是在說我吧 如果你是要找一頂 比較高規格的安全帽 還對很多品牌都很有興趣 剛好有看到Pistar的話 那我 不會推薦你首選Pistar 我會建議你去多看看 R-LINE的RX7X和SHOWY的X14 那兩頂的CP值真的蠻高的 對於頂規安全帽來說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愛意大利 就是愛AGV的話 不怕麻煩 那我毫不猶豫會推薦你 買 買下去就對了 因為 這是專為賽道設計的帽子啊 所以拿來日常使用 肯定會有一些不方便啊 比如說進氣口沒有開關 他也沒有耳機槽 但好像還是可以裝耳機啦 就比較麻煩 雖然我花了很多錢 但 當下我把他買回家之後 放在家裡 看到他的時候 或者是 帶他出門騎車的時候 我內心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那份喜悅真的是 打從心底喜歡才會有的 這邊也跟大家說 網路上的影片跟文章啊 就參考就好了 因為你自己喜歡什麼 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好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你們有更了解 AGB的Pista 那如果我有什麼講錯的 或是你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是Taco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 大家可以休息一會兒- - 大家可以多休息一會兒- - 啊 - 大家可以休息一會兒-